永不停息 生命电视 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那再来第三个 国法之相 那前面我们因法之相 道法之相 还有就是国法之相 那国法之相就是 大部分都是佛的功德 佛的能力 当然说我们现在就修习 后有修习 所得到的最救济的结果 叫佛国 这里应该谈到的就是 佛的不同的功德 实力 经说善觉者 在释迦牟尼佛经当中说 善觉者是实力本性 那我们平常讲 释迦牟尼佛具足了实力 那实力就是你们查查就知道了 我这里不需要讲 主要的实力 为什么加了一个力 善觉者 觉者是观察 而且是通达 善的意思说 无有颠倒 一点没有错误的 一点没有错误的情况下 彻底观察到 认识到一切的法 这种的力量叫做一个力 加了一个力 其实我们没有这种的能力 我们没有具足观察一切法的能力 无有颠倒的观察 再来就是透彻的了解一切法的能力都没有了 那佛有这种的能力 那佛有这种能力 所以叫做实力 有十种的力量 是实力本性 那再来 大师四五位 那四种五位 四种五位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举例来讲 比如说我告诉大家说 我是没有烦恼 我已经断出烦恼了 断出烦恼是我的誓言 比如说许像诺言 肯定承认就是我是穷记烦恼 那所以我们心里有点茫茫的 你跟人家说我没有烦恼 其实心里有烦恼 所以你说话 心里还是有点茫茫的 不舒服 不是无畏的 一定有不自在的 所以四尊四位的意思说 第一个 我是正的觉父 这样的誓言 他绝不恐惧的 绝不不自在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他实际上完全远离一切的烦恼 彻底断出烦恼 所以他有笃定 所以他不会有不自在的 第一个五位 就是我已经穷记烦恼了 四尊这样的讲 跟内心誓言也好 跟我们一般人家都不一样的 大师四位 大师是谁 四尊 释远牟尼佛四五位 四种无恐惧 本性为坚定 他承认也好 许相诺也好 都是真实的 他心里就笃定 非常坚定的 永远不会动摇的 所以这种的五位心 就是叫做 四尊不共的功德 那四五位解像 有的时候四五位解智 智慧的智 四五位解智是什么 法五位解 义五位解 或者此次五位解 那便才五位解 他一常来解 他骗着一切智慧 他骗着一切智慧 与一切法 迷才求好 他完全没有 不迷的地方 所以他透彻的一切法 都是就像撩如指掌 这样的情况下 法五位解 你了解他 透彻的了解 信正他 中间绝对没有 不常通的地方 没有不常通的 就是没有障碍的 你中间没有障碍 所以你就是撩如指掌 法是一切法 透彻的了解 一切法的能力 法五位解 那义五位解的话 论典跟经典的内容 你同他 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障碍 跟不迷的地方 那词就是用词前词 佛就是一切的词 他的用法 他的内容 直接跟经典的 他的内涵 都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 那再来辩才 辩才就是 他就是一个辩论的能力 跟人家辩论 这种的辩才的能力 是无碍的 所以是无碍 解下 这是什么呢 为辩等无解 无解是 无穷尽的 他辩才也好 通到法的对境的能力也好 无穷无尽 辩才等无解 就是这个意思 那再来 与众生 何一句说 想要有利益众生的能力 利益众生的想法 这个代表是一个 视迷为大词 想要饶益众生 想要一直帮助众生之心 这个也是一个大词的一个形象 那救护之苦恼 则是大悲心 他想要救度一切受苦的众生 救度一切众生的这种的苦恼的心 这是一个大悲的形象 大悲自相 就是这个 形象未极形 那形象未极形 就是极形 极形就是 我们一般人也得不到的这个极形 舍相为无杂 舍相是什么 世尊他内心悠有的 能放舍的心 就是完全没有杂涉的 杂忍的 那我们一般人的是有什么杂呢 其实也很清楚吧 我高兴的时候给你 不开心的时候就叫黄给我 还是我产生了有一种可惜啊 可惜的心 还有就是有点后悔的心就来了 所以我们的舍息都有杂心的 那佛的舍息绝对没有杂涉 许佛不共法 共有十八种 许佛不共法 就是承许 佛有聚终 十八种的不共法 那十八种的字项是什么 有比不可抖 有比不可抖 就是完全他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我们一般人的话容易被人家影响 被其他的影响 这样的话就叫做被人家夺走 那不被夺走 所以他就是有十八种不共法 具足 他的自信的话 有比不可抖 就是绝对不会被其他任何法的影响 不夺为自相 他的自相就是不夺为自相 下为所说致实力 一切种之志 一切种之志的话 释迦牟尔佛具有的所有的智慧 就是叫做一切种之 一切种之志 他的自相是什么呢 宪界为自相 宪界就是宪政 宪界一切法 明察求好 完全是撩辱之障 这样的一个能力存在 宪界为自相 那除了佛智慧之外 于智为少分 除了释迦牟尔佛的智慧之外的 其他的呢 只是一个片面的 于智为少分 为少分就是冰山一角 类似就片面的智慧而已 能看到片面的一个对境而已 他不能一刹那间就看到一切法 那佛跟我们众生的智慧 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 不许明显见 所以一般除了佛智慧之外 其他的所有的众生的智慧 不是一个片子智慧 所以不是宪界之相 宪界就是一刹那间 清楚通达一切法的基本的真相 不许迷宪界 那我们下面向我一所说的实例 应当知道 以善抉择为自相 由善抉择诸境 我们观察 无有颠倒的方式来去 观察诸对境是一切法 诸是一切 境就是一切的法 与诸境上无碍而转 了解一切法的观察也好 通到他的中间绝对没有障碍的 他常通无碍的 无碍而转的意思说 永远都是常通的 故你为利 他具有十足力量的原因 为什么加利呢 他通到一切法 中间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 常通无碍的 这样的情况下 他有这种的能力 所以加了一个利 实力 就是这个意思 那四五位 自称与一切所致 成正的觉 释迦牟尼佛所自称 就是他自己承认 我已经通达一切的法 所以我就是 已经达到了佛果 正的觉佛果 这样的他自己承认 心里会不会有不知在 或者是一个未行 没有的 绝对没有 自称与一切所致 一切所致就是一切法 成正的觉 第二 自称我已涌进周漏 并中习气 第二个是说 我已经完全消除了 一切的游乐 或者是喜气 完全穷尽了 一切烦恼的穷尽 这样的一个承认 或者是誓言 所以绝对没有 不知在的 那自称我说 贪死 占解脱法 那我也是承认 告诉大家说 贪心等一切 所有的烦恼 都是得到解脱的 主要的障碍 我说这种法 我心里还是笃定 坚定 我不怕 我们自己心里 没有笃定 没有理解的一个人 问几句话都知道了 肯定会信息出来 那所以 佛有不共的 这样的能力的原因是什么 他都是真实的 他说贪的 所有的烦恼 都是众生得到解脱的 主要的障碍 他讲这些的 他有就是一个根据 有能力 他偷彻的了解 所以他不怕 自称 我说请修道地 能尽众苦 那我也告诉大家 一定要努力去修道地的话 就能穷尽一切的烦恼 我说这种的 一切的烦恼 一切的痛苦 这个所以是事实的 主 无畏就是这个 那接下来 不见有一人 能依法令难 未非如等 就是与其的人也好 没有看到的 有些人就是说 这个不可能的吧 不是这样子 类似对你有这样的一个 作为也好 或者是跟你辩论也好 这样的话 他心里绝对不会有 产生不自在 所以无畏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那佛次事无所谓 次事个就是无所谓 以己经理系为之行 任何敌者不能动过 任何顶者就是 对方 不管是你用什么的方式 用什么逻辑来跟你辩论 任何的人来找什么样的理由 什么样的毛病来的话 也是你就心里无畏的 不会有产生任何的恐惧 或者不自在 绝对不会有的 所以任何顶者不能动过 所以你不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法义此便诸无外戒 你看这四个 四五位是什么 法无外戒 义无外戒 赐无外戒 辩产无外戒 诸无外戒 就是这个意思 一变得无竭无穷 为之下 比如说变财 他的财能 比如说 不管是跟人家政律也好 辩论也好 不管是怎么样 你就是完全不怕的原因 你也就是已经掌握住了 你已经堵地了 这样子能力的时候 你就是心里就是得到了无畏 众生利益 安乐是大慈祥 那是刚才我们解释过的 救护一切的苦恼 友情是大悲相 大喜以及欢喜为相 大舍位于赐不贪 舍弃就是不贪嘛 于别不成 远离贪嗔 无杂为相 陈徐佛不共法 有十八种 对 十八种的这种 是佛不共的 以不被他夺为自相 不被他为夺 就是 反正就是不受 任何外在的干扰 就是具有这种能力 不被围夺的自相 就是这个意思 由佛 无由不共法 至所至凭 勿施等事 当然是我们反复众生的话 多得多了 知道吧 勿施啊 什么什么的 无戏可乘 我们平常讲说 让反正有几个课程 细就是空间嘛 裂痕 中间有细 那风吹过来啊 连裂痕都没有的话 风就吹不过来的 不能应夺 不能取福过 这个都是一个 佛的一个不共的 十八不共法 有三六句 那十八不共法的话 我们可以三六句嘛 所以这样的话 共有十八种 有三六句 那第一个 深藏无物施 深藏无物施的意思说 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做了一切众生的事情 不管是怎么样 你的身体永远都是 长就是代表是永恒 永远都是不会有物施 做任何事情上面 绝对不会有就是错误 或者做错的事情 失误的绝对不会有的 于无粗暴因 其实佛远离粗暴因 绝对不会有的 我们心气不好的时候 粗暴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再来 一无忘失念 一没有忘忘失 忘失就是过去听到的 知道的就是下一次就忘记了 如有忘失 这种的念绝对没有 它的念绝对不会有出现这个忘失 无不定心 没有不定心的 跟众生不一样的是什么 众生就是不定心太强了 对不对 现在好 等一下就变化了 那想多想心就是这个 无不定心 生死涅槃无足入想 无不择舍 那这个是第一六句里面的 就是这个六个 那第二 治愈 精进 意念 等持 般日 解脱 皆无退失 这些都是不退转的 是第二六句 那一切事业 于业 亦业 至为前导 随之而转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亦业的话 我们随理说出来 那个话是亦业 亦业就是内心想出来的 自为前导 随之而转 否则没有忘失等等 这个是亦的一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它不管是亦业也好 亦业也好 这都是一个自为前导 由智慧来前导 永远都是骗着一切之而转的 这样的情况下 它绝对不会出错 绝对不会有出现了这种的 不专业的 与过去世 那我们过去世也好 未来世也好 现在世也好 都是一样的 无作为外的 正至见 转 是第三六句 不共之虚谷 未必诸法 为佛生乃有 这些以上所说的十八种也好 这些的一个不共 就是一个佛才具有的 与生非有 除了佛之外 任何的不特切落都没有这种的一个能力 功德 顾身不共 所以 因此之过 它就是一个佛不共 身不共 次等管事 那我们广泛的角度来去解释 如是 这个也知道吧 这个也知道吧 唯是能表秘诸法 之 字体 与所迫之 字相 有大差别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 即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 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 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 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 共同获养近千只的狗孩 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国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现场教学 果冻花课程 日期3月26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2点到4点 联络电话 06271 6616 06271 6616 或06271 6612 06271 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公目佛恩 欢迎提早来电报名 3月29日星期三上午9点举办中锋三十系念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3月30日星期四上午9点半佛学讲座即佛前大功 13点30分余且宴口超度法会 恭请会态法师、会量法师、广护法师共同组法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公目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一时在舍卫国奇远经世的冷言法会上 各大菩萨与大阿波汉分别寻说了各自正物正等正觉三摩的圆通法门 大师之菩萨与他同修念佛三位的五十二位菩萨 寻说了念佛圆通法门 我记得过去无量劫以前 有佛出世 名号为无量光佛 那时 现后有十二尊佛相继出世教化 有一大劫之旧 最后一尊佛 名号是超日月光佛 正是他教我修习着念佛三位 例如说 有两个人分离了 其中一个人十分想念另一人 可对方竟然忘记了他 如此二人即使偶然相逢了 也等于未逢 虽然相见 也等于未见 可不azon成佛 rut的养车 可不几乎 我至于把小科让 瑶与你先认识 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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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啊 儿啊 若这两人互相想念 越念越深 这样的久念不忘 必定从今生到来世都形影向随 不会违背分离 十方如来连念一切众生 也如同慈母想念儿子一样 倘若儿子逃去 想念碎身 又有什么用呢 儿子如果能想念母亲 也像母亲想念她的时候一样 这母子二人 随经理今生来世 也不会互相远离 假若众生的心常常义佛念佛 则现在或将来必定可以见佛 离成佛不会遥远 不必借助其他各种法门方便 自然就能开与 犹如燃香的人身上就有香气 这就叫做香光壮严 我原本我原本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是以着念佛的心入乎圣人 现在我在这缩活世界帮助念佛的人归到极乐境 佛问我 法心修行应从何渗入 德正缘通 我没有别的选择 唯有收射六根 让念佛的禁念长相继续 无有界断 如此念佛以心不乱 必能得三摩地 以这个法门最为地 我原本就能够重新冠军 有些人都不幸 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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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